最近,定价17580元的赛科隆RA250正式删入美式复古巡航车市场 这是一款全新开发的车型 首先,它的车架经过了完整的重新设计 以满足更多运动化场景驾驶的需求 其次,它所搭载的发动机也是全新版本 这款PY250引擎采用DOHC结构,单缸水冷四起门 搭载博士电喷,最大功率为20.5千瓦 峰值扭矩为22牛米 在目前同级别车款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风格设定上,RA250延续了美式巡航经典的圆灯配水滴型油箱设计 头灯直径不大,但显得比较灵动,采用全LED光源 日行灯则有两个侧向的提形组成,凸显其质感 容积为15升的油箱造型修长且圆润 配合高位变境铝和金纸板 一起组成了时下颇为流行的轻型巡航车范 不得不说,这个味道确实蛮对的 马鞍型皮质坐垫配合上不锈钢鱼类尾牌 兼顾了质感和古典造型 RA250作为美式复古巡航车 准备质量仅有163千克 结合其1445毫米的轴距 意味着它具有轻盈灵活且平易近人的操控体验 它的坐垫高度也仅有745毫米 能够完美契合当代年轻人的第一台巡航车的自身定位 这款售价不到1.8个W的美式复古巡航 配置在线,内核有亮点,风格设定也比较讨喜 如果你想追求新鲜史上 也希望以较低成本来拥有一款有个性的机车 它,值得你考虑